在彰化警方破获一个诈骗集团 是以爱情诈骗组跟假中奖真诈财主 分组呢从事网路诈骗 其中有个大陆富人遭到感情诈骗 还被骗了850万元台币 报警跨海巡线揪出了幕后的不法集团 详细的情况请记者廖荣云来告诉我们 荣云 好主播彰化检警兵分多路 逮捕到了诈骗集团的成员 一共是有5名的嫌犯呢 那么根据警方的了解呢 诈骗集团旗下一共有两个子集团 一个呢是利用网路聊天室 向大陆生活公式女子骗钱骗感情的爱情诈骗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假中奖 真诈财的一个组别 专门就是来行骗马来西亚的华人 那么警方呢这一次会追查到这个诈骗集团 主要就是因为在北京有一名女中医师 遭到诈骗将近850万元的一个新台币 于是呢他透过管道向台湾的司法单位 一些恋爱聊天室啊 然后以那个他们去下载一些不特定的一些 型男啊猛男啊一些照片 然后扬称就是他们本着 那么这个诈骗集团的分工是相当的缜密啊 手法也是非常的熟练 他们先是在网路聊天室上 PO上了许多的型男的照片 接着呢就是利用一些关心问候的话语搭上线 接着呢就以爱情诈骗的方式呢 哄骗这个受害人拿钱出来哦 那么根据了解这一名受害的大陆女子呢 一共汇出了将近台币850万元 最后呢是发现自己遭到受骗 才会向台湾的司法单位求助 那么警方呢也是根据他们的提领记录 才追查到这个诈骗集团 以上是我们找到的讯息直播 好看到这个诈骗集团 竟然还分组来诈骗民众